泰南本大年本月27号 在警察特别部队哨战附近 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 造成7名警员和2名平民受伤 据知这辆已被炸得交回的汽车 是从附近的村庄偷窃而来的 警方相信这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所为 这起27号发生在阿富汗东部的自杀式袭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 事发当天一名弹手骑着一辆摩托车 在库纳尔省长办公室门口附近将自己引爆 阿富汗首席执行官大大谴责了武装激进分子 这次的暴力行径 这是夜色缭绕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通古拉瓦火山 喷发时的震探警警 这是火山去年小规模喷发后 如今再次喷发 高达5公里 厚厚的灰烟层覆盖附近的房子和土地 当局已把当地的黄色警报升级至橙色级别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